假仙大地震 南台湾的民众感受最惊心动魄 高雄市区最高震度达到五级 大楼左摇右晃 因为是上班的时间 有民众被困在电梯里头 而商店花架上的货品也都掉了一地 由于地震实在是太强 高雄捷运停止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直到10点47分才全线恢复 另外连结高雄美农跟屏东高树的高美大桥下陷了15公分 经过抢修 下午4点钟已经恢复通车 突然之间天摇地动 墙上的土坏和垂吊的灯都不断摇晃 往外一看更是吓坏了 两栋大楼左摇右晃 像是快要撞在一起 门窗大幅震动 碰撞声轻起来 令人胆战心心 假仙大地震 高雄地区最高震度达到五级 第一时间许多电梯都有民众受困 还有人吓到抱在一起 商店内外则是到处警铃大座 货架上的东西都掉下来 顾客躲门而出 店员赶紧扶住墙壁才不会跌倒 柴山地区也因此出现两条大裂缝 其中一条还长达五公尺 把大家都吓坏了 东西也喜欢垃圾啊 这如果突然落大火 落大火又帮了 我没办法 发现到摇晃得很厉害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碰到这么严重 有人惊吓 有人无奈 高雄捷运也一度停驶 耽误不少民众的行程 幸好展开全面安检之后 确定没有受损 上午10点47分全线恢复营运 高雄市区没有重大灾情 不过连外公路交通受到影响 连接高雄美农和屏东高树的高美大桥 在美农这一端出现裂痕 连接桥梁的路面下线15公分 一度禁止双向通行 它有一点沉陷 跟桥本身的结构安全还没有什么关系啊 公路局紧急动员抢修 下午4点高美大桥已经恢复通车 也让赶着通行的民众松一口气 记者日中发 孟昭全程显坤 高雄报道 请订阅段階 feito note Mind if you can test the link to see